可是呢 这个秀塔 他还是不能够接受 就是 他的爸爸 竟然是演反拍 不是演那个飞龙乔治 他真的很不开心 然后他就跑出去了嘛 好 这场戏我要吐槽一点 你之前跟我讲说 你不要吐槽 你看从头 欢迎收听 夫妻纯聊天之日文 清津小剧场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每个星期一 三五或二十六 晚上九点半 我夫妻纯时陪你 纯聊天 嗨 星期四 嗯 也好吗 好啊 我最近啊 就是对于网红 就是很红 可是有很多的负面的评价 有很多的感触 嗯 你是因为有被一个酸民说了 他是酸民吗 搞不好他就真的觉得 我们很吵啊 直接就切进来 其实我本来想要 我们就是吵怎么样 我本来想要铺陈一下 原来因为我们上礼拜五 就是在那个音乐人间观察室 有稍微聊一下 嗯 就是说 呃那一天我看到了日文 请进小剧场 这个单元 独立出来的 Apple Podcast的页面下面 有了第一个副评 嗯 就是因为其实没什么来留言 就第一个人来留言 他就说不知道在笑什么 然后给我一心评价 这样子 我不能说给我一心评价 是给我们一心评价 嗯 对 然后我就当时就是有点错愕 好不好他是说不知道我在笑什么 不是一定是我 怎么可能都是你 因为有时候也 那个小开头的小预告 也有可能是我在笑 那个比例 不成比例 然后我就是就觉得说 欸其实 呃有错愕的感觉 可是又觉得说 嗯 有点委屈 但是又马上觉得说 可是 我们是免费做节目给大家听 老实说 你若不想听的话 就走开嘛 这样子 嗯 就是也会有很多种那种 怎么讲 就是有点想要耍脾气的感觉 嗯 但是 还是会觉得说 既然我们有 要做节目 就是放送给全球的听众朋友听啊 一定都还是有点社会责任嘛 就比方说 至少内容是要有品质的啊 嗯 至少不能出错 万一出错的话要稍微堪悟一下 就是要稍微认个错的 不好意思我讲错了 什么什么的这样 嗯 但是在风格方面 我实在是觉得 很难迎合全世界的人 对啊 对 因为我觉得你当你讨厌一个人 或者是你想要批评一个人 你什么样的理由都可以找出来 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啊 所以我觉得我根本就 看到这个我根本不想理他 就是 你不爽听就不要听 是啦 对 因为我觉得还是 还是有很多人喜欢我们嘛 嗯 对啊 可是因为最近就是我们上礼拜五 才刚聊完NanaQ的事情 那个时候他的这个新闻 还没有被延烧的这么严重 嗯 就是只是有个人说 他不太喜欢什么什么 就后来就变成 有人去截图啊 就说他以前怎么样 可是现在如何啊 以前就是明明就有用卫生纸啊 可是现在就说他没有用卫生纸什么的 嗯 就是各种佐证 然后就是拿他以前的东西来打脸他 对 然后我就觉得真是可怕 还好大家现在看不到我们的卫生纸 还有看不到我们买的东西 每个人都有自己就是过生活的方式嘛 嗯 那我们先撇开这个网红 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好了 因为说谎毕竟是不对的嘛 嗯 可是我觉得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 嗯 就是你希望你在大家面前呈现什么样子 就算那是假的 嗯 可是如果你愿意去演他的话 我觉得OK 这就是所谓的网络世代 网红的世界嘛 我觉得嗯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 你可以选择这样扮演 你也可以选择你要不要喜欢他 或是认不认同他 嗯 嗯 所以我觉得 如果这个NanaQ 他可以很坚强的话 我觉得他就是坚持做他觉得对的事情 他大可不用理会一些不相关的人嘛 如果是你的话 你真的可以这么的洒脱吗 嗯 如果我真的有做不好的地方 我会道歉 嗯 对 但譬如说我觉得他有可能是 呃 在那个 在被 呃 就是他不是有被举报说 他有那个 有卫生纸那些吗 嗯 但也许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做到那么极致啊 嗯 然后他可能也是慢慢的朝向 很极致化的 嗯 极简人迈进嘛 嗯 那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以前的事情拿来就是批评 现在我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嗯 对 譬如说我以前很会买东西 嗯 那现在我可能就是 我 我有承认 我有说我 不会这么夸张的 可是如果有一天我 就是节目上我讲到说 呃 我又买了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要踏法我这样子的话 我也觉得 啊是不能够 偶尔买一下吗 我跟你保证 踏法的人一定是我 不会有别人 就是我带头 好啦 反正我举了一个很烂的例子 对啊 很欠 很套 套 套 我要退追踪 又变成 七纯聊天 没有哭了 可是这样剪不出来 因为我不会剪接啊 嗯 就不剪啊 就直接上档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对啦 反正我就觉得说 不是安迪沃和有讲过一句话吗 非常的知名 他就说每个人一生 一定都会有15分钟可以成名 嗯 那不管是好或不好的成名啦 就是总是会有一个 昙花一现的时候嘛 嗯 我不知道我们的那个时候来了没 是还是已经过了 我不晓得 哈哈 应该不会啦 但是我有发现 我们日文情境小剧场的点听数啊 嗯 有在成长 耶 那个成长的幅度 竟然超越我们的主节目 一定是没有人要听我们聊天了 没有 不会 我跟你讲 有很多 也是有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说 比较喜欢听我们闲聊 对对对 不想听太专业的东西嘛 对 对啊 其实我也现在也在修正啊 就是大家也不要看到 音乐人间观察的事 现在在拉票这样 就是音乐人间观察的事 大家不要怕 就是我现在也是尽量讲得简单一点 你现在不在讲非常平易近人的星座话题吗 哦 但是就是可能还是很多人会觉得 哦 有一点阅理 我不敢听 呵呵呵呵 不要怕 对 没错 好 虽然 就像日文一样嘛 就算你不学日文啊 你对日文不感兴趣 可是有时候你会看看日剧吧 或者是看看一些日文的相关影视作品啊 嗯 你可以透过这些作品来观照一下你的人生 对 对 嗯 说了这么多就是要问你 就是如果一个网红 如果你身为网红啊 嗯 你呃 受到了酸民的批评 对 你可以很洒脱的说啊 反正那是别人的事情 不干我的事情 那些人都不重要 他们的评价跟我没有关系 嗯 可是如果呃那些 嗯 负面评价 不肯定 或者是那种很极端的一些厌恶 是来自你的家人或孩子的话 那你怎么办呢 嗯 我可能会给他 呃就是 努力的解释吧 嗯 对啊 就是我会尽我所能的跟他讲说 可是这件事是我很喜欢做的事 嗯 那你是不是也有你喜欢做的事呢 如果你有的话 那我也会支持你 嗯 但如果你喜欢做的事被我批评了 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嗯 这样子 对啊 就是一些方式让他了解到 嗯 我不能不做这样子 嗯 所以你是会比较主动积极的去 跟对方沟通 而不是想说 啊反正你以后就会懂了 我现在不需要跟你说太多 对 因为呃 我觉得小孩 其实很小 我还是会觉得 我要跟他把他当大人来看 嗯 对 我不会觉得 啊 你以后长大就懂了啦 嗯 因为 这样子好像有一点 让他 好像没有很平等的看待他 嗯 所以就是你会比较倾向说 即使他现在可能还不到 非常可以理解的年纪 但是你可以试着用他 现在可以理解的方式 让他明白你现在的处境 或者是你希望 可以持续做这件事情的一个热情 对 那你呢 我 比方说什么呢 就是譬如说你现在在做podcast 可是你的小孩就是觉得 觉得这个事情很无聊 你干嘛一直公开我们家的事情 那我不喜欢你这样 哈 那不就是我们早期遇到的事情吗 哦 对 但不是 还好不是我们最亲密的人 哈哈 因为我们三个 我们家 一家三个人 我们都是很喜欢做这件事 对 所以你是说 如果罗莉说 不要讲那么多 不要把它放松到全世界去 这样子哦 对啊 偷偷做吧 哈哈哈 这样子不是会 有些网友会 也会踏法说 你们怎么这样子就是 不顾人家的隐私权 确实啦 就是 我觉得podcast跟youtube比起来 确实是多了一层隐秘的感觉 就是小孩子的脸 可以不用被 被露出嘛 对 那我们主持人也是这样 那我们可以自己选择 要不要让自己的脸露出来 这样子 嗯 对 可是小孩 我真的是觉得说先不要 但是 怎么说呢 嗯 也许罗莉长大之后 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把我以前小时候 讲那些无聊的话 或是白痴的故事 就是这样放在网络上 所以我们应该要签一个 就是 合约 切结书 对 把他摆口摸遍 说是你自己要 讲这些大便尿尿的 把他手拿过来压 那个盖指印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他会 很开心的来签名 哦是这样吗 对 花一个车子 对 好啦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部片 就叫做 我的爸爸是坏的